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过攀岩的经历 对于那些热爱户外运动的小伙伴来说 攀岩无疑是一种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运动了 然而几乎所有人在攀岩之前都是需要做好充分的安全准备的 但是小伙伴们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人类 其实还有一种动物也是非常热衷于攀岩运动的 并且它们攀岩时是不需要准备任何安全措施的 相信有小伙伴听说过这种动物 没错,它们便是传说中的洛基山羊了 这种山羊主要生活在北美洲的西北部 由于此处地处洛基山脉附近 因此被人们命名为洛基山羊 洛基山羊在平日里喜欢触摸在高耸的悬崖峭壁之上 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生长在悬崖的草类 因此说它们一生都生长在悬崖峭壁上一点也不过分了 从小它们便跟随着洋妈妈在悬崖峭壁上奔跑跳跃着寻找食物 因此也练就了一生的本领 不过之所以它们可以在悬崖上跳跃自如 这跟它们洋蹄的构造是密不可分的 洛基山羊的洋蹄由外部突出的外圆和内部柔软的内电构成 这样的构造可以极大的提高洋蹄与山岩的摩擦力 助力它们的攀登跳跃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它们就不能像普通山羊那样安安分分在平地吃草呢 有许多网友甚至打趣说 这关乎到洛基山羊的信念问题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